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提到这事好像都约定好 别跟我说这件事似的 那你说我能不怀疑吗 你的这个男朋友可能有愧于对他的这个前女友 肯定是有做了对不起他事 所以他的女朋友才这么有底气的 一而再再而三的来骚扰他 又或者是其实你的男朋友根本就没有想要和他前女友分手 是他的前女友把他甩了之后 他才来跟你在一起的 所以当他的前女友来回来找他的时候 他无法抗拒 因为他没有办法忘记那个女生 我绝不赞成说以对前女友的这个行为就来推断说 你现在男朋友就一定有问题 这是这完全没有逻辑关系 你在跟你男朋友前女友的交锋当中 你已经输了一招了 对方很是高手 他说你去查他们 你就去查了 你让对方看到了你对你现在男友是不够信任 所以他有机可乘了 我觉得他们两个现在肯定还是有关系的 要不然的话怎么会剪不断理还乱 我倒是觉得你这个男朋友处理问题欠妥当 他没有把很多事情处理清楚 但是不再存在跟他的前女友还有什么情感纠葛 我就特别不明白他男朋友为什么不带着他跟前女友见个面 以后他再怎么骚扰的话 他也不会介意啊 对 所以他男朋友就是很优而寡断嘛 今天这个场合上是有可能促成见面哦 你认为天诺是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来说他对我就挺好的 对父母怎么样 对父母也挺好的 他像个花心的人 你不像花心人 明月和家庭富裕的天诺相连一年了 互相信任 就这二人即将步入婚姻殿堂之时 一位叫刘畅的女孩 却给她们的婚事带来危机 自称天诺前女友的刘畅 不断通过天诺的手机短信和电话 向明月揭露未婚夫的种种情感过往 而面对这一切 明月心中的一个体贴专一的未婚夫天诺 却选择了承诺 这让明月陷入了无尽的困惑 明月来到现场 希望执名这位叫刘畅的女孩 那么保持沉默的天诺和自称前友的刘畅之间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刘畅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要在婚前向明月公开天诺的过往呢 他说的都是事实吗 刘畅和天诺今天会来到现场 接受明月的告白吗 如果你的前男友不是因为花心 是因为某些所谓的残忍 因为对方不能生育 又或者是有重大疾病和缺陷 跟他分了手 你能接受一个这样的男人吗 不能 因为如果这样的又抛弃一个女人的话 他也能抛弃我呀 为你点个赞 嗯